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学习安卓底层开发 上一节课呢,我们学习了我们安卓Input系统 它Fremwork层所涉及的几个主要的类 Input Manager, Input Red, Event Hub,以及 Input Dispatch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Invent Hub 我们的Invent Hub呢,它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来监听底层的输入事件 它监听的是我们的第一位Input目录 它首先会把第一位Input目录下所有的输入设备全部打开 然后拿到它相应的属性 然后呢,创建相应的设备 然后呢,去轮巡下面的设备 读取设备的消息 然后呢,通过这个消息向上访 这样的话,我们系统就能够拿到具体硬件设备所发出来的消息 另外一个,它要监听我们的热插拔设备 比如说,我们有蓝牙的键鼠 或者是,如果说我们是智能电视 或者是其他设备能够支持USB鼠标,USB键盘的话 我们插上之后,它可以识别出我们的鼠标设备 那么说,如果我们插上一个 那么呢,它会监听我们这个第一位Input目录 它如果说有消息说添加了一个设备 那么呢,我们就会打开这个设备 并且把它添加到我们所监听的设备里边中 然后呢,去监听这个设备的输入事件 如果说你这个设备拔下来了 那么呢,我们会做一个remote的操作 把这个设备给关闭,然后把它移除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扫描并且打开 第一位下面的所有设备,刚才所说的那些设备 第三个呢,我们会根据你设备的一些名字 类型 然后和我们安卓系统 它的一些配置文件 以及降值的一个映射文件 对设备底层 它的锁房的降值呢 进行一个映射 比如说我们添加了一个pro件 那么为安卓系统怎么能识别这个pro件呢 对于上层应用来说 它的pro件只有一个值 但是对于我们底层的值来说 它有可能返回的值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配置文件 来做一个降值的映射 比如说我们不同的硬件设备 它返回的值是1 那么对应着上层pro件的值呢 有可能是2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会做一个映射 换到另一个硬件系统中 它pro件返回的消息呢 是2 但是对于我们上层呢 它的值还是2 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做一个映射 换成第三个设备 如果它pro件的值是3 那么上层对应的值是2 那么它要3和2做一个映射 而且还要做一些软件盘的映射 这个就是我们eventHub 它所做的工作 第四个呢,就是 它将我们DV目录下 所发现的所有的设备 添加到我们的本地一个设备列表中 然后呢,对它进行循环的监听 如果说我们input reader 这个thread开始轮巡我们消息 那么呢,它就会做一次轮巡 轮巡一次 我们eventHub做一次轮巡 做一次轮巡之后呢 返给我们的input reader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第五条 我们要捕获事件 这个捕获事件的主动发起者 是我们上层应用 如果说我们有一个 应用已经打开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肯定会监听我们的touch事件 或者是如果说我们有一个input的输入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会监听我们软件盘的事件 也就是说它都是输入事件 而且它随时要将天我们的pro消息 和我们的音量嘉奖媒体的消息 这些消息打开之后 都是我们eventHub来捕获的 而发起者就是我们上层应用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inventHub 和我们input reader 它所处理不同输入设备的一个过程 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 安卓所支持输入设备的类型呢 基本上就这几种按键 手柄以及触摸 其中我们触摸的还为当点 或者是多点 按键我们统一理解为 比如说我们一个pro键音量嘉奖 都可以理解为按键消息 或者是我们键盘 也可以理解为键盘消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游戏手柄 比如说我们那个Xbox的手柄 如果说我们想要在电视上玩这个 那么必须要加上我们底层 所对应的这个手柄的驱动 然后它才能抱上相应的实践 而且这个手柄 它的一个驱动键 基本上它是标准的 比如说北通手柄之类的 如果说我们想要做兼容 我们必须要在驱动上支持这个手柄 触摸的话 我们可以分为当点或者多点 比如说双点 做一个自动的缩放 这个是要我们驱动要支持的 如果驱动不支持多点触控 那么你是不能够有这个输入 多点输入的设备的 第一个呢 会根据我们的设备类型 以及我们系统的一些Prop消息 做一个键盘的布局 和一些键值的映射 就是刚才是我们所说的键值的映射 第三个呢 它会将我们的设备添加到我们的input rader中 也就是我们的inhaber 它所得到的所有的设备呢 都会添加到我们的inputrader中 我们inputrader呢 会根据你这个设备类型添加一个map 你这个设备所做出来的消息呢 我上层也就是inputrader 还要做一层过滤 做一层转换 然后呢 才会把消息再返回到上面 然后我们上层开始轮循的话 以后我们inputrader 3的开始做轮循的话 我们inputrader 做一次按键的收集 我们eventhammer呢 就会补过一次 如果说有按键值上来 或者触摸屏事件上来的话 我input hub 补过之后呢 就会对按键进行处理 处理的话 就是把这个降值消息 发送给我们的inputrader 而我们inputrader就将 收购的降值呢 再做一次处理 处理完之后呢 发送给我们的 dispatch 也就是分发的那个线程 我们分发线程再发给上层 这个就是inputrader 和我们的inputrader 它的一个主要的工作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inputrader 它所涉及的这几个map 首先我们来看 我们的inputrader 它这个里面呢 会有我们的input device 而我们这个input device呢 就是我们的input device呢 就是我们的inputrader 所扫描出来的所有的设备 我们的input device来看 这个呢 这是有一条线的 这个PPT看不清楚 而且我们这个map呢 也是有的 我们每一个device 都对应着一个map 我们的map的类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分为键盘 然后鼠标 触摸屏实践 以及我们的游戏手柄实践 比如说我们补过了一个消息 我们首先要调用我们的process 来对这个键池进行一下处理 而我们真正的处理 其实是根据我们这个input的map 来做的一个处理 那么实际上的消息呢 都在我们的每一个map中来做处理 map处理完之后呢 然后才会发送给我们的dispatch 这个相成 这个相成 然后这个相成呢 才会把消息向上分发 这样的话我们就又知道了 在我们input的锐点中呢 它会多了这么几个类和对象 大家来看 有我们的input的device 这个对象 input的map这个对象 而我们的input的map对象呢 它其实是对应着这四个具体的对象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代码inthub 它的一个具体实现 首先呢 我们打开我们inthub这个文件 Firmwork Base Service Input inthub的cpp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中 inthub在处理化的时候 它所做的工作 大家看这个就是我们的inthub 这个对象处理化的时候 它所做的事情 第一个大家来看 它首先是 create了一个profd 这个profd是使用pro的消息 是使用pro的方式来去 轮询我们的文件描述符 所以说这里有一个全局的 也就是它这个类中的一个成员 eprofd 大家来看在这里呢 它创建了一个notifer 这个notifer大家来看 notiferadwatch所接近的路径 大家来看一下是我们的device path 这个device path呢 就是我们的dv input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dv input 这个目录如果说有增加或者 减少一个设备的话 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将听到 而我们在将听的时候呢 大家来看 它会把这个呢 文件描述符将听的添加到我们这个对象中 也就是我们的meprofd中 然后呢添加类型就是eproin 然后类型呢就是notifer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实时的去监控我们热插拔的设备 这里还创建了一对广道 这个广道呢是用于唤醒的 也把它添加到了我们这个eprofd中 大家来看下面 这个会有一个eprofd中 它的作用呢就是来唤醒 当我们这个触手化完成之后呢 我们这个dv input 它就完成了 触手化完了 那么它的设备具体在哪里打开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其实是在我们做 路破的时候 来get events的时候 在这个里面呢 所做的 所得到的 大家来看 它首先是没有的 如果说大家来看在这里 它如果需要scan dv的话 它会在这里调用一个 scan device lock的一个方法 去获取我们input目录下面的所有的设备 我们进到这个行事 大家来看 它调用的是一个scan.log device path device path就是dv input 我们看它所做的事情 它呢 就是打开这个目录名 然后把这个目录下的所有的设备呢 添加到我们的 一个字符串中 然后呢 再去逐个的打开我们这个设备 第二个就是我们open device loc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open的行事它的做法 大家来看 这个做法呢 就是打开我们这个具体的设备 然后呢 它是以读写方式来打开的 然后呢 它会得到我们这个设备的一些具体信息 大家来看这个get dv的内幕 它在这里会有一些iocln的操作 这个呢 需要对我们的input的设备的操作 有一些了解 完成之后呢 大家来看 它在这里会得到它的version信息 以得到 addition 然后得到一系列信息 包括它的bass product winter version 这个具体是什么呢 我们来切到我们的真正设备中来看一下 我们调用adpshare 量上我们的卡码 然后我们进入到cd proc cd bass cd input ls 这里面呢 有一个device 我们cat一下这个device 带来看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当前卡码板中它所支持的一些输入设备的类型 带来看这个bass呢是有0019 winter是0001 product是0001 这个呢它会有一个相应的内幕以及它的一个fi最后呢它在这里会有一个handler 这个handler一个是它的名字再也就是它所对应的dv下面具体的哪个设备 大家来看这个第一个这个handler是kbd的它所对应的设备呢就是我们的event0 这个event0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所对应的是这个按键的设备也就是我们的port降音量加甲降 第二个呢是swkbd的这个我们当时想不管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下面这个ts有什么touch screen有什么出发屏事件 这出发屏设备呢它所对应的是我们的dv input下面的event4 然后它的bass winter product version都是0 那么这个有可能它没有在底层做一些注册 但是其他的像耳机这些它也都会降听到bass是0019 winter是这个product是这个 version都会有具体的一个设置 然后名字呢也会有 大家来看 这个就是我们底层它的一些具体信息 当然还有一些具体信息呢 只有在驱动中我们才能看到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controliocontrol的操作呢 把我们底层这个设备的一些信息呢 全部拿到 拿到之后呢 大家来看它在会这里设置它的一个描述文件 这个描述文件适合我们它的一个 sdc以及它的配置文件相关的一些设置 我们这个呢后面再看一下 在这里呢它会拥有一个dvs 这个dvs呢它会保存到一个列表中 再往下走 后面呢它会漏的这config lock 然后呢做一些iocontrol的操作 大家来看 在这里我们先忽略它不用管 当我们把这些处理化都完成之后呢 大家来看 在这里会定义我们这个设备的class类型 你是input board呢 还是出货屏实践 它在这里都会有一个 描述 比如说这个test beta abs mt post 这个呢就是判断它是否是当点触摸还是多点触摸或者是它是否支持触摸都会在这里有一个描述大家看在这里 才会有 比如说我们这个如果说支持多点的话 在这里会定义一个input device class touch unit 也就是mt多点触摸 否则的呢 那你就只能支持一个当点触摸 还有一些游戏手柄 比如说这个 张stack 这个呢都是游戏手柄的一些设置 它在它这个硬 它这个设备的class描述中呢 会有一个相应的设置 当我们做这些设置完成之后呢 它就会load k map lock 这个load的过程呢 就是和我们安卓系统的应设文件的给对应起来 一会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IDC文件 我们来找一个 比如说我们findout target product fiber 下面的-name 什么新IDIDC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写看一下这个文件吧 大家看这个就是我们 出货平台的一个描述 然后这个出货平台的kboard的layout呢 是对应是cultry这个文件 map呢也是cultry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ultry findout target product fiber-name 我们来看这里呢 它有一个kl文件和kcm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kl文件 大家来看 那这里呢 它会有一个键值 比如说我的k 11对应的是几 10对应的是几 158对应的是back之类的 它都会在这里做一个映射 同样的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个kcm呢 也是一个映射 如果说没有kl 那么它会找kcm 大家来看 在这里呢 它会有一个这样的映射 比如说ka 它所对应 这个应是对应的软件盘的一个操作 有软件盘上来之后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操作 大家来看一下 对比一下我们安卓设备 背上的这个值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有这个的 当把这个都映射网上之后呢 我们就能知道我们底层的值 和我们安卓系统的值 如何来对起来的 这个呢 我们先忽略它 再往下走 大家来看 在这里呢 它会 如果说我们来 将我们这个设备 将我们打开这个设备名呢 它会添加到我们这个eProFD中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 既然听我们这个设备 有消息的话 我们就能收到这个设备的消息 然后呢 反给上层 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 在这里我们就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设备的列表中了 大家看 这有一个MDOS 它就会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设备列表中 这个就是我们因为的Hub 它所做的事情 那么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getEvents 这个里面 它所真正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把处处化完成之后呢 它就会在这里 电用ePro的消息 来获取我们 真正的设备的值 大家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这个设备值有的话 那么呢 它就在这里 会读取这个设备的值 读取完成之后 大家来看一下 它所做的事情 包括我们的按键值 触摸屏的事件 都会在这里有 再来看这里 它会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event 拿到事件之后呢 我们来看我们是如何来做处理的呢 拿到事件之后呢 我们就会返回 而这个getEvents 它所返回的值呢 就是 一个size-t 这个杠体呢 就会 其实会添加到我们这个 ro event 这个buffer这个对象中 那么这个buffer值呢 就是我们input rate 它所要传下来的那个值 也就是它所传下来的那个变量 这个变量呢 就会给了我们的event buffer 再来看 这个就是我们的event 这样的话 我们就拿到了这个event值 这个就是我们event hub 它所做的事情 那我们的event 那我们的event hub和我们的input rate 是怎样衔接起来呢 这个呢 我们下节课再具体来分析 我们的event 这个对象 它所做的事情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对event hub 它的一个 大概的分析呢 就讲到这里 它主要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打开我们 dv input的下面 所有的input设备 并且 将听我们这个dv input这个目录 第二个呢 它就是将我们 底层设备的按键值 和我们安卓系统要求 对接起来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 sdc kl kcm 文件 给 对应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input hub 所做的工作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